夏天我們不要做那麼多花筍 一鍋過一碗過應該是最方便最開心的 今集我們做這個台灣的肉燥飯 今集有些朋友去吃飯,他們說得很誇張 有些材料可以預先準備,例如這個炸的乾蔥絲 不過自己炸會比較香,配合珍珠奶茶,這頓一定夠飽 這頓是四次六人份量,腩肉攪碎,這裡有兩斤 很多的,然後四粒至六粒的冬菇先浸軟 留一點水,然後蝦米,這裡多了,半碗完成 剩下的你做其他東西都可以,留一點水 然後乾蔥頭,這裡有六粒,我們會自己炸做乾蔥絲 然後這裡有兩樣東西,第一樣是三粒的蒜蓉 已經預先準備好了,然後三份一片的片糖 片糖在這碟裡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建議用 然後這個油膏,我們用大約三個湯匙 然後還有一個湯匙的蠔油,然後兩個湯匙的生抽 第一件事,將乾蔥頭全部切成絲 我們轉頭就慢慢炸,這一步我們飛快一點,沒有什麼好說 有一點點要說的,台式肉醋飯和台式的滷肉飯分別很大 滷肉飯的豬肉,全部都是大大粒,全部扔著肥豬肉 肉醋飯反過來,全部是攪碎的瘦肉 話雖如此,我也是用攪碎的腩肉會開心一點 至於這道菜要做多久,我可以告訴你,非常快 即使是做四至六人份量都好,一個小時左右就起貨了 然後這個冬菇,我們首先去一個釘,然後把它切成粒 假如你用花菇的話,厚肉那隻,你可以用四隻就完全足夠 還有為什麼肉醋飯會用到這些冬菇粒? 這個是因為它要取代你肥豬肉的口感 假如你是做這個滷肉飯,花菇或者冬菇,你是絕對不需要用的 這個是增強你吃它肉的時候的口感 好了,搞定之後,將冬菇水和蝦米水加在一起 份量割一半,大約250-300毫升就可以了 好了,這個時候放在一起 蝦米,我們將去切粒,搞定之後 和花菇或者冬菇粒放在一起 好了,然後這一步,大家可以隨意,可以不跟 可以用其他東西取代 我就會切一些青瓜片出來,轉頭來來半碟 如果四人份量,你就切大約20片,搞定之後 一樣了,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可以用一隻鍋 在未加熱的情況下,將適量的油倒進去 然後凍油的情況,將剛才我們切開的紅蔥頭絲 用小火慢慢加熱 這一步,我們是想慢慢炸香它們 將它的水份抽出 抽完之後,炸一下炸一下,它會變色 例如是這樣的 然後你繼續炸的時候,它會開始變黃色,啡色 經過這個微妙的變化,大約10分鐘 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看到它不斷冒泡 這些泡其實就是它的水份 大約8分鐘的時候就是這樣 9分鐘就是這樣 10分鐘前,你可以拿出來 千萬不要把它炸到啡色才拿出來 否則它會焦得很厲害 大約是這樣,差不多了,拿走它 拿走的時候,你可以用這個隔離 把油和它完全分離 放在一起,千萬不要用廚房枝開它 不然它會變軟 絕對不要用東西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把剛才的油倒進去 大約1-2湯匙就可以了 中大火加熱 當你沒有煙的時候,你可以不斷熱一下 這個時候,把剛才的肉碎加進去 中大火慢慢煎香 煎至大約7-8分鐘,它會出水 出水之後,你就可以拿起它 但是這部,千萬不要急 千萬不要用大火 當你煎焦了它,這樣就不漂亮 這個時候,給你看一下炸蒜 不是,炸乾松頭,多漂亮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大約5分鐘之後的情況 它會出水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慢慢撩開它 撩開它,撩散它 它會一路一路出水 出到大約10分鐘左右 你會聽到一些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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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開始懂得跳舞,彈一下彈一下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走它 假如你真的不知道要多久才關火 當你看到它滾的時候,真的好像這樣 對的了,多滾一會,它就差不多乾身 這個時候關火,將它們撩開 水就不要了 通常有朋友上來,他們都是玩遊戲 喝酒,吹水 通常都會忘記我在廚房有多慘 好,我們不斷攪拌一下鑊 沖一沖水,然後加熱 令它乾身 我們可以不斷攪點水 試一下它的情況 OK的時候,加大約2-3湯匙的油 然後一樣,攪拌一下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收回小火 千萬不要太大 將我們剛才切開的蝦米和冬菇粒 加進去炒一炒 這步的主要目的是,要煎至炒到香 然後他們肯跳舞的時候 你就可以將我們剛才的攪拌肉 加進去 當你加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把火調成中大火 這個時候,它會繼續飆水 唉,忘記了加蒜蓉 記住,蒜蓉是在你放肉碎之前 是炒完蝦米和冬菇粒之後就加蒜蓉 我現在就加爛了,大家不要學我了 好,保持中小火,我們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我們可以加少許紹酒 你喜歡的可以加,不喜歡 炒大約分兩分鐘 這步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蝦米和冬菇粒的味道滲入肉 炒一半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我們剛才炸得很辛苦的乾蔥絲 好,一樣,當你看到他們跳舞的時候 就可以把剛才的乾蔥絲加進去 加多少呢?大約是兩汁 先把蝦米和冬菇粒放在飯面上 一樣,我們把它拌勻 這步拌勻大約是30秒左右就可以了 說到這裡,你記得我們上一集 即是早兩集,不是做了這個醉雞翅 那一次浸完之後的酒,我拿去浸醉蛋 醉蛋轉頭會放在這個飯上面 調味道,1,2,3,1茶匙蠔油,2茶匙生抽,3茶匙醬油膏 這個醬油膏你可以在各大超市就買到 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些什麼老什麼羊那些一定有 買多了都不要緊,我們遲些玩一下台式食物 一定會用得完 這步拌勻大約1分鐘 目的是要令醬油吸入豬肉裡面 完成之後,我們可以開始加湯 加湯之前,我們把剛才隔起的蝦米水 先加進去 當你發現蝦米水和菇水不能蓋過肉水的時候 就可以加雞湯 正常的,你不會有很多蝦米水和菇水 我們可以添加雞湯 添加多少度呢? 視乎你有多少肉 添加到剛剛可以蓋過豬肉 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把豬肉全部塗進湯裡 當它開始煮起的時候,收回小火 然後把剛才的糖放進去 搞定之後,我們先蓋蓋,焗熬它 整個過程大約兩分鐘左右 你的糖應該已經溶得七七八八 這個時候,記得把它尿勻 我們想它的味道平均散到在肉碎裡面 搞定之後,我們可以調一調色 大約是一至兩湯匙的老抽 多一點都可以的,你喜歡吧 沒什麼所謂的,這些很個人 好了,你拌好之後,保持小火 煮回滾它 它一滾起的時候,可以繼續蓋蓋 蓋蓋蓋多久呢? 煮它大約半個小時 到這一刻,你可能會問,究竟我要燜多久呢? 其實很簡單的 你燜到你的肉碎,有少許咬口 去吸收你的湯的精華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我這個就大約是半個小時 你要快的,你少一點份量就快一點了 好了,這個時候,我們的醉蛋拿出來了 這裡是上次我浸雞翼的湯 當然,你要把它夾起來 這裡四人份,每人半隻差不多 然後根據你喜歡的切法 例如打斜切或打直切 至於做一隻啞蛋也好過人 你可以做一隻全熟 不過我喜歡糖心 那就是糖心醉蛋 搞定之後,我們放在一邊 然後炒了半個小時之後 你可以回來試一試味 當味道不錯的時候 你可以把醬汁埋一埋獻 這一步就不必要 你喜歡水汪汪都可以 不過我喜歡一點掛身的質感 所以就要加一點生粉水 不斷拌勻 你煮了這麼久,就可以熟結了 就可以關火了 好了,煮了整個小時之後 是時候開飯了 那你不煩 把你的半碟青瓜放在旁邊 然後加上適當的肉碎 這裡的肉碎肯定足夠你鋪完整個飯都沒有問題 肉粗飯和滷肉飯的精髓都是在醬汁裡 所以記得加適量的醬汁在飯裡 然後加適量你剛才自己炸出來的乾蔥絲 這個味道是真的非常之香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醉蛋 好,完成,完成 欣賞一下,拌勻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其實很難買得太漂亮 你喜歡多一點醬汁就多一點醬汁 少一點醬汁就少一點醬汁 要肥一點的 那你不就全部用了有肥的豬腩肉 都沒有問題 其實這個東西很容易弄的 有一個步驟是絕對可以飛 可以省略 就是這個自己炸乾蔥絲的步驟 不過自己炸真的香很多,相信我吧 好了,詳細的份量 留意片味的部分 假如你認為這個不夠邪惡 你可以自己加一杯珍珠奶茶也沒問題 不過你的珍珠奶茶就不是自己做的 是買的 OK,開飯了 不說了,不給你看一下 這個飯真的很香 好,今集差不多 喜歡的按讚,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或Facebook 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